雪兰娜州议会上个星期复会之后 今天进入第四天 不过议员的出席率不尽理想 议长黄瑞琳透露 截至早上11点 出席率只有区区70% 她更直接点名 国盟国际山庄区州议员 纳图斯里·阿兹敏 以及国土斗士党巴东加里区州议员 哈鲁迈尼都不见人影 本次议会出席率为零 23号24号到提前八月 到今天还没有出现 就是没有出现过了 还没有出现 这四天还没有出现 没有也没有给我信 也没有请假 就就离别给他 我们都看他有信 到现在还没有信 可能他会明天后天的出现 会突然 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 今天的时候你拉票的时候 我很失利不太慢 我要为民伏给我一个机会 可是当你中险的时候 你可能这几句话比较忘记 所以不要忘初衷 坚实信念 黄瑞琳今天中午在雪州议会 接受媒体询问时透露 除了两名议员连续四天缺席 不少议员也没有准时 在今早十点抵达 而错过了上午的提问环节 不少问题被迫挪后在意 黄瑞琳解释 一般上州议会缺席率低的问题 都会出现在议会进行第七或第八天之际 可是本次议会只是进行了四天 就出现类似情况 实在不应该 这名市庚庄区州议员也强调 州议会一年只召开三次 希望所有民选议员都能够履行 议会问责的责任 务必参与而不知是迁到而已 或是干脆不到 徐兵会议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